這個接下來請教兵哥 過去這幾天在講黑熊學院 他終於開始有拍出影片 有上課了 而且還滿多男生女生 這個老的少的都有參加 這個所謂的藍卻行動 他們主要的訓練方式 包括說要避難移動跟警戒 還有包括大量的傷患 傷患處置跟交接 還有傷患受傷的處理跟搬運 那他們最重要的 還有包括他的防衛隊形 他有一個很核心的概念 就是說當解放軍 武裝人員登陸台灣的時候 我們要躲的時候 要怎麼躲 躲到讓他沒有發現 你看到畫面這個是受傷的人 用繃帶綁起來 怎麼能夠合力把他扛出去 你看到大家左閃右躲 就是要躲誰 躲這個有武裝的 這些解放軍的人員 當然這個影片一出來 大家想說 怎麼跟大家之前講的 黑熊計畫 或者藍雀行動 講的那個感覺 有一點落差 比較像是下令一樣 當然正反意見都有 有網友說 你不去當兵在那邊躲貓貓 黑熊集團以為在打仗嗎 是玩CS嗎 還是團勘 就是康樂活動 但也有說 好啦總比沒有做得好 兵根怎麼看 他這裡頭 我大概唯一比較能認同就是 關於傷患救助 減傷的判定這些東西 我覺得我們多了解這些知識是好的 因為台灣有的時候也是會發生一些災難 什麼東西 如果每一個人都擁有這樣的技能 我個人覺得不錯 但是其他的 你組成小隊 請問一下戰時的時候 你們黑熊學員全部集結在一起 你們每天沒事隨時待命嗎 不然的話 你怎麼知道戰時的時候 你們這一隊的人會在哪裡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 你組成小隊之後 然後你要躲避解放軍的攻擊 請問一下這時候解放軍 是不是已經在島上了 已經在巷戰了 表示他大部隊已經上來了不是嗎 那你確定你們這些沒武器的 你跟他這樣的躲避 這樣閃躲 請問一下意義何在 你應該是躲在家裡會比較安全吧 我對於他剛剛 扛那個傷患的動作 總覺得怪怪的 我覺得他們這個 看起來 尤其是你看他躲避的那個演練 比電影演的還差 對 而且他的身子壓得太高了 應該要更低一點 你如果是那種半蹲的走 那乾脆直接停著走還比較快 我說真的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很半掉的 平哥你看這個台傷患的方式 對 台的就是 本來受傷還好 可能會傷得更嚴重 我覺得這個東西 還是要請專業的人員來教 不能就是有一些一知半解的人 只是做這樣的示範 其實是不太對勁的 然後你黑熊學院到底是要訓練什麼 我現在覺得他們在訓練這樣的方式 是準備要跟解放軍打游擊戰 你是打算這樣做嗎 請問一下打游擊戰 你的資源是什麼 你的武器從哪裡來 那你到時候你怎麼集結人員 你的通訊設備又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看起來 說真的我覺得打生存遊戲 玩生存遊戲那些人看起來 都比他們專業 他們這個真的 你乾脆直接 不要說玩這個躲貓貓 你直接跟解放軍玩123木頭人 誰摸到他誰贏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 你超超超超接近他 這樣不是更快 因為你如果能夠摸到他的話 表示你已經接近 可以刺殺敵人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如果是學一些傷患 極難救助這些是好事 但是拜託請正確的人教 那至於其他這些東西 大家真的不要浪費時間 跟這些人學會越學越糟糕 浪費時間一回事 浪費公塔是另外一件事情 蘇貞昌是不是要下台是一個重點 但另外一個 他現在都大撒幣 撒到已經沒有極限了 前幾天他到高雄去加碼 主動加碼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高雄的前鎮漁港要改建 因為聽說50年都沒有改 老舅 本來該改就改 但是他一路從3000萬 在2019年 蘇貞昌當院長的時候 加到10億元 10億元已經很驚人了 陳契派當高雄市長送大禮物 你越多越好 從3000萬 10億加到50億 你本來以為50億已經不可思議了 最新的他到高雄去再加碼 他說通膨很嚴重 所有的東西物料都漲價了 我主動 所謂的主動是什麼 是高雄市政府陳其邁沒有提 蘇貞昌行政院自己主動 我幫你從50億加到80億 所以一路從3000萬加到80億元 蘇貞昌說一起合成 要有前瞻性 要有未來的規劃 免得以後都改來改去 這個是現在改造之前的樣子 未來就要改成這個模型 這個模擬圖的樣子 要蓋一棟很漂亮的房子 不是只有這個 這個是1月14號主動加碼 1月13號大家還記得嗎 核定了我們戲子的戲東線 當時是多少錢 匡列278.46億元 所以有一部電影 這部片名很真實 叫黑金 黑根金 當時梁朝偉就有一句 這個梁家輝 就有一個名言 我們政府很有錢 所以從這些工程裡面 就A錢 但我沒有暗示我們有A錢 只是說他這句話講得很真實 還有另外一個 大撒幣無極限三部曲 第三個 我們現在有一個方案叫做防貸主 就是你有背房貸的 我們政府想辦法讓你減輕壓力 給你一些房貸 但是錢從哪裡來 我們超徵的稅收 3800億也好 4500億也好 其中有一筆錢 政府預留的1000億 之前我們節目討論說 強認經濟方案 當時那時候賓哥跟我 我們想像說 可能是特定的企業 會獲得補助 叫做強認經濟 結果不是 是有背房貸的人 我們拿這筆錢 去幫你做補貼 然後很妙的是 為期一年 每個月給你多少 如果你背房貸1000萬的人 大概一個月可以領 大概3000塊左右 每個月 然後領一年 剛好是今年總統大選 所以剛好 你是不是政策性買票 我覺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像 張金二老師他講的 你真正該補的 該救的弱勢 是那些去租房子的人 有能力背房貸1000萬的人 你還拿我的納稅錢 去補貼他 有多少人可以背得起 1000萬的房貸 我的稅金 我都背不起1000萬的房貸 你拿我的稅金去補貼他 這樣合理嗎 大傻幣傻到這種程度 村長怎麼看 其實買得起房子的 總比有些人是 連房子都租不起 所以我們現在才會有需要說 很多的社會住宅 希望說租金能夠低一點 這個比市價看是要便宜個 八折或七折 現在其實社會住宅的金額 也還滿高的 再來就是說 當時蔡英文他在選舉的時候 他是講說 四年要蓋20萬戶 結果現在蓋多少 根本就看2萬多有沒有 連計畫中的都還不到 是 所以你如果說真的是要 對於這些年輕人 要有所幫助的話 其實你的社會住宅 你當時開出來的支票 你現在就去落實就好了 你現在補助這些買房子 能夠買得起房子 能夠繳得起第一桶金的人 其實現在已經可以比小康 都還要再更好一點的 對已經算中上了 你說蘇貞昌他前瞻計畫 撒幣的一個情況 其實我們要講前瞻計畫 他必須要對全台灣的未來 他是真的是有整體性的一個幫助 但是現在來講 所謂的前瞻計畫 你可以看到 不管說是新竹市 前瞻計畫 然後一直加碼 一直加碼 你說這些真的對我們的國際化 或者說對我們的競爭性 真的有幫助嗎 我們桃園也有一些 是用前瞻計畫 這個為了要拿前瞻計畫 所以就必須要趕工 所以這個可能要送副審 本來應該要送副審 結果沒做副審 結果最後這個設計師 他結果計算錯誤了 結果就發生我們的評證 因為地下評車場倒塌 就壓死人了 那這為什麼 就因為搶前瞻計畫 他那是有時效性的 為了搶這個錢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 區域性的一個小建設 你說像高雄這個 前瞻計畫金額一直加加加 加到八十幾億 從最開始的得標者 到底是誰得標 他為什麼會得標 我們桃園 新竹 很多都是有力標 限制標 你這個自己人標到的話 金額就越累加越高 戰戰嘎 成人加 加到最後 其實真的他有能夠發揮到 真的整體的經濟效益嗎 我是覺得說這當中可能 他的招標 反而是應該要去檢討 到底招標裡面 有沒有圖利的問題 村長 因為你對相關的 漁港的建設 也是有一些策略 我想要請教一下 一個地方的漁港 到底他要複合到什麼程度 蓋到八十億元 因為我們這一般民眾很難想像 八十億元這個金額 真的相當龐大 你怎麼看 像我們桃園的漁港 這個第一期 我記得當時我們講十七年前 因為最近我弄一個說沉默碼頭 對 先前朱立倫的年代 十七年前 陳麗玲當農業局長的時候 他有規劃了一個漁港的部分 第一期的 那時候是大概花了兩億 後來鄭文贊這個 這時候他有漁場跟遊艇碼頭 一起規劃 這個一樣他是為了要搶中央的補助 所以他沒有辦法在於 等到今年的水溫 東北季風的水溫測試 然後拿到這個資料以後再去動工 所以他搶在去年動工 但是就因為沒有測東北季風的水溫 就水溫溫 就錯了 好 這當中 他的漁港的翻修花了多少錢 這個其實也就兩億而已 兩億 對 那怎麼會 那八十億到底是怎麼花 八十億可以造證 造證也不用到八十億 可能就是鋪金磚 然後碼頭可能是翡翠座 造證怎麼可能不用八十億 新竹一個火車彈約一百多億 你不能拿新竹來比 說這個漁港 對 可是新竹那個一百多億 也是錢瞻來的 所以錢瞻的規模 大家都非常驚人 而且聽說 就是因為錢瞻之名 所以地方的議員都管不到 對 錢瞻計畫 他要給我們 你能夠擋嗎 他這個預算去送過來 我們其實錢瞻計畫 錢進來以後 我們也要對等編列 你知道 你對等編列 你可以說因為這個錢瞻計畫 我必須對等編列 所以浪費錢 所以我不要 你敢嗎 我今天我要給你地方 一個美術館 他就跟你的選民講說 村長不要建設 對 我給你一個三億 讓你蓋桃園的美術館 你敢擋 你敢擋 你就下次擋桃園建設 你就不要選了 所以你錢瞻計畫 給不管新竹 給高雄 沒有當地議員敢擋的 可是你知道有些錢 真的要思考一下 台鐵今年出了一個狀況 他們有一個流財津貼 兩千到三千 但是他們去年八月 以改善低薪 有排除了一些人 結果有些人的薪水 他今年進去的人 薪水拿到多少 你知道嗎 月薪是三萬零四十塊錢 月薪三萬零四十塊錢 而且他進去之後 因為相關的規定 要符合流財低薪的規定 流財津貼的規定 他要六年之後 就是三萬零四十塊錢 這個金額要連續拿五年 第六年開始他才可以調薪 這個就是台鐵過去有一段時間 他們各單位都已經沒有人 缺人也缺人才 最離譜的就是去年九月的時候 在彰化有發生一個狀況 就耗自故障 可是大家都找不出原因 就是現任的人都找不出原因 怎麼辦 去拜託一個年紀很大 已經退休了 請他出來 結果他一看就知道問題是什麼了 所以他們不只缺人 還缺工 台鐵不是一般單位 台鐵缺人才缺工的時候 影響的就是大家交通的安全 就是人命 所以這個錢大家 我們的政府單位 可能要真的好好思考一下 真的是不是三萬零四十塊錢 零五年 這個可能會有很大的問題 那你怎麼留著住人才 相對於三萬零四十塊錢 十萬塊的在幹嘛 新竹縣的移民署的官員 就被他們底下的員工 拍照片拍影片爆料 說他們這一位主管上班打瞌睡 睡得爽爽的 更何況是之前他們的替代義男 把中國籍女子的證件裁切了 剪掉了他的截腳 作廢 結果這位民眾他就沒有辦法回國 所以他要求要賠償 那他這個主管 就是打瞌睡這個主管怎麼辦 他就叫大家 還寫一個單子 還分 你出多少 我出多少 大家一起出錢 幫他支付了三萬元的 賠償他的費用 當然員工就不能接受 怎麼會是我的問題 怎麼會是我要來 他有很多 包括女員工 他們要請生禮假的時候 這個人也百般的刁難 移民署解釋說 好啦 以後叫他不要打瞌睡了 請假人太多 所以他才是關懷 他關懷 但不是刁難 兵哥怎麼看 關懷不是刁難 那這個就是看他自己怎麼定義 那這個官扯是扯在哪裡 明明是一個替代義男犯的錯誤 照理來說應該 你要嘛就是叫那個替代義男負責 不然的話你就是 就是這個替代義男告訴你說 他沒錢 他沒辦法付 那你要想辦法去申報這筆金額 或怎樣 由公家這邊來決定 或者是其他員工主動 對 可是他 這替代人也很認真 我們願意幫他 如果大家願意主動可以 但是你不能夠命令 他們去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他說 我沒有命令 我只是請大家幫忙 問題你是主管 你叫人家幫忙 那這些人敢不幫嗎 不幫的時候會怎麼樣 然後他離譜到什麼地步 你知道 他連單位的績效獎金這些東西 然後他拿去請客 去請客 就比如說員工到年終過節什麼的 他就拿來直接當請客的費用 他自己都不掏錢 你知道本來去分擔這個錢的時候 他自己那份他沒出 他自己沒出 他自己沒出 後來是替代義男也耍賴說 我真的沒有錢 我一毛錢都沒有 結果那個主任才說 好不好那你那份我出 是這樣才出的 難怪其他人不能接受 是 那我覺得更離譜的是什麼 這個主管自己上班打瞌睡 在那邊亂搞 然後去欺壓下屬 還做這麼低級的事情 結果這件事情不要扛之後 因為很多人受不了 去把它不要扛之後 你知道移民署怎麼講 移民署說 對 我們查確實有 但情節沒這麼嚴重 他也不是真的叫他付這個錢 而且現在這個錢 他已經自己出了 所以我們就是會提醒他 告誡他 然後上班的時候不能睡覺 所以沒有懲處 沒有 也沒有調職 他繼續在那個位置 你們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現在是整個單位都受不了他 結果你沒有把這個人調職 繼續把他留在這個單位 選一下這個單位未來會怎樣 這個人是不是處心機率 要整他這些部下 我看接下來就是這些部下 一個一個要想辦法調職離職 不然的話怎麼能夠 在這個單位混下去 移民署怎麼會這樣處理事情 這個人背後背景 到底是多強大 移民署完全不敢動他 連一個最基本的倫理都沒有 那台鐵的事情 台鐵這種單位一點都不奇怪 最近不是才發生一個 中華快遞嗎 中華快遞擺來之前工會炒說 要加薪 加薪 加薪 結果他說好吧 給你加薪五千 大家很高興對不對 年終就少 從三個月變一個月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 你叫我這邊加薪 那我這邊就把你扣回來 台鐵也是同樣道理 我錢反應就這麼多 你們現在要加薪 調薪是不是 那其他的 你以後就不要再想加了 就這麼簡單 那台鐵自己本身問題已經夠多了 然後你薪資還壓到三萬塊 台鐵是個負責交通安全的單位 你用這麼低的薪水 真的 說真的 你給香蕉就只請得起猴子 那台鐵的效率越來越差 台鐵的這些故障越來越多 這有什麼好奇怪 民間讓我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高雄有個戲院 他出了一招 因為之前有鮭魚之亂 就是免費吃鮭魚 名字你要 你的名字要改名字 叫有鮭魚的 蟹鮭魚 或者沾鮭魚等等 就他現在有 高雄有個戲院說來 兔年到了 如果你名字有個兔 就一整年看電影都不用錢 但是活動推行到今天 總共有兩個 一男的一女的 男的是做電影工作 他大量必須要看電影 女的是他本來就很愛看電影 他們推算過說 如果一個禮拜看一部電影 大概可以省一萬三千多塊 一個禮拜一部 但其實他們可能看更多 那這個車已經改了 他叫真兔什麼 就把這個名字改成兔 有一個小姐說 我名字有個E 就是錯字旁再一個2 這樣不符嗎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要符合 可是如果他符合 還滿多人名字有E的 有網友嗆他 說你去年怎麼不改 明年你也不改 因為去年是虎年 明年是龍年 所以很多人會符合這個條件 兵哥怎麼看 我覺得這當然就是 廠商的一個噱頭 可是從上次鮭魚之亂 有這麼多人願意改名 然後包括這一次 好像風潮比較沒那麼大 是台灣人變比較有錢了嗎 我在想可不可以是 因為他是單一的戲院 能夠去的人比較少 因為你要知道 戲院就算你很能看 其實我封電影的時候 我一個禮拜 可以看好幾十部電影 但問題是戲院 因為他有檔期 他那個檔期就有那幾部 你看完就沒了 對 那一段時間你就只能看 除非你同一部 你真的很喜歡 你就不斷重看 所以那個吸引 有時候可能這個檔期 一部都不想看 對 因為電影有的愛看 有的不愛看 所以第一個 戲影效果沒那麼強 第二個 是因為什麼 他除了自己可以去吃之外 他可以帶很多朋友去吃 一整桌都不用錢 對 所以那個是年輕人好玩 一個噱頭 然後又可以在朋友之間炫耀 那時候會興起一個風潮 可是這個相對 引起的風潮就沒那麼大 但是我說真的 為了吃個東西 或為了看個電影就要改名 這樣會不會太那個一點 尤其是兔 名字裡頭有個兔 也滿可愛的 可是 名字裡頭有個兔 跟鮭魚比起來 兔好像還好 對 兔好像比較可愛一點 但是 蟹突兵 對啊 蟹突粥 好像還好 這個 但問題是 總是有點怪嘛 我會覺得 這種便宜還是不用讚 好 更多的話題 我們休息一下 別走開 馬上回來